國立的十月七號十月十三號 其中十二月七號是大學 就是我們二四節氣裡面的大學 就是那一天開始在我們農曆台 變成十一月 所以我們農曆的十一月 不是從十一月一號 是十二月 國立的十二月七號這一天 變節氣之後 另外十二月十三號是天才 那我們民俗的什麼叫文才神武才神 不是我們折日學呢 就是有這個天才 上天派才神下來 所以那一天呢 那我們適合開示啦 簽約啦 交易啦 入宅啦 搬家 好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十二生肖呢 我們分為四組來看 第一組 豬兔羊 豬兔羊下個禮拜呢 是物質己見 聆聽良言 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感情上呢 做人做事 你要聽一下人家的意見怎麼樣 那麼你還要再改進自己 所以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狐馬狗的 狐馬狗呢 很不錯喔 朋友相挺 安然過關 當然是工作上的關 你結果能夠度過了 所以有三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雞牛的 蛇雞牛呢 更好 自信新竹 前景看好 這前景當然是代表 錢財工作都很好啦 因為有自信的關係 所以這個最不錯的是 五個讚的評語 好開心喔 最後有猴鼠龍 猴鼠龍呢 是忙碌不移 意外收穫 忙本來是好像很忙 但是你忙有收穫 這種忙值得忙啦 所以有四個讚的評語 好 我們有加碼喔 加碼是一個生肖裡面 加碼有三個最好的生肖 其中第一個 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 屬牛的朋友喔 那麼我還建議呢 你的幸運方向是南方 幸運顏色是紫色系列 可以這方面去找手喔 然後事業最旺的 事業最強的 事業最強的是屬蛇的朋友 屬蛇的朋友呢 一樣的 幸運的方向是東方 幸運的顏色是青色系列 最後還有一個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龍的朋友 那麼這個方向是中 中就是原來地點啦 你用不著東跑西跑 就原來的地方就好 然後幸運顏色是黃色系列 請各位做參考 好 現在維吾老師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週課新做的整體運勢 好 我們來看12月7號 到12月13號 那要提醒大家喔 在12月21號呢 就是不久的將來呢 就是金星要開始逆行了 那個時候很容易呢 買東西出現狀況 然後微整形出現狀況 買的衣服後來呢 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還有舊男友 舊女友 前男友 前女友 通通都會回來 但那都是業障 所以請大家謹慎的選擇 好 從12月21號開始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禮拜的運勢 大家如何呢 首先特別小心組 也就是運勢比較低迷 只有30分的 是太陽上升 雙魚射手跟處女 要特別的低調 然後謹言盛行 平安的度過這個禮拜 桃花最旺的呢 好運有70分呢 有太陽上升 牡羊巨蝦跟天蝦呢 桃花旺的時候 就應該多拓產人系關係 多打幾個電話 然後業務人員 也要多出去跑跑Case 那就可以讓你的桃花 帶動財氣 那當然想談戀愛 這個禮拜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來看事業 節節高升有85分的喔 太陽上升有天平雙子跟金牛呢 在業務上跟事業上 會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呢在老闆面前 也要多多的表現 因為在年底 可能是考核業績的時候 這個禮拜呢可以讓老闆注意到你的 是 那賺錢賺很多 100分呢 太陽上升有摩羯水瓶跟獅子呢 可以好好的大賺特賺 當然出品就是會賣得非常好 太陽榜都是冠軍 那以觀眾朋友來講呢 業務啊各方面的能力啊 開店做生意啊 客戶都會源源不絕而來 好好的賺錢這個禮拜 那來看加碼的呢 本週呢 事業最好的是金牛座 恭喜 可以呢找貴人呢 牡羊座來一起商量一下 關於事業上的決定 錢財呢 最旺是摩羯座 他的貴人星座是雙子座 也可以跟雙子座人一起合夥搭檔也是滿好的 桃花最旺是天蠍座 你的貴人是天秤座 請他幫你呢 多介紹一些男女朋友對象呢 也是對你的桃花更有幫助 那就恭喜這三位囉 謝謝美鳳老師 謝謝美鳳老師